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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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abby 今天在我昆臣身邊有最新的女團有Straiths Hello Hello 吳慧 和觀眾介紹自己先來 大家好 我是CK 大家好 我是阿弗 Hi 我是韋喬 Hello 吳慧 你們當然是因為《造星4》 《造星4》完結後 你們全部人都是20強 但是 他們沒有批准你們 但你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音樂 現在還要自知 去出道 我想問一問 要搞女團這件事 就是自己去做 是否真的阿弗 做大起先 最初是我想做這件事 所以是我先做起先 我第一個就找了CK 一起去找其他三個成員 其實你們去想要自己去做女團 當然就是因為 想繼續在娛樂圈裏 有些事情做一下 有些事情發展一下 但你玩《造星》 當然演藝夢也在 其實自己做女團 武功施不及 還要自知 這件事會不會太大膽呢 其實我覺得我的心態是 創造可能性 有些事情 如果甚麼都想做不到 那你就一輩子都不會做到 但你試一下去做 你起碼有個機會給自己 所以就這樣去決定 你正確 但好了 在組女團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要選成員 或者找和合客的成員去 加入一個群組 因為女團始終要長期合作 合不合一件很重要的事 阿弗和CK 你們是牽頭的話 其實怎樣去想 如果幾位成員 是否適合呢 又或者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自己 第一個是選了Ariel 因為我本身跟她是Friend底 嗯 Friendman 哦 行了 拜拜 不用跟你說話 好了 好 接著我覺得Annette 很好 是因為她很全能 我覺得她簡直是被美貌擔悟的 就是一個美貌擔悟的歌手 所以我就選了Annette 這個就不多說 因為都不Friend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OK 我選她其實是因為我覺得她的性格很可愛 而且我覺得她跳舞又厲害 而且又可以跟我一起Rap 所以就覺得是 謝謝 OK 那你可以說說韋翹吧 至於韋翹就是我們最後邀請的一個成員 那時候我也有跟Fail提過 因為 你要找Annette 那跟Annette是Friend 又是誰呢 就是韋翹啦 就是因為Friend 你知道原來都是Friend 好了 我要說她的優點 好了 你小心 這件事 每個人都以為Friend 對 看著了 其實韋翹 為什麼我會這麼欣賞她呢 因為我們在《造星》之前 不是《造星》之前 比賽開始之前 《造星》的MV已經認識了 當時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強勢的人 但其實原來她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但我覺得有軟弱的這一面其實很好 因為這樣會勢力一點 然後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堅持不懈 和很努力的人 然後我覺得她的形象也很適合我們 就是比較帥 然後同時又可以嘗試很多不同大膽的Style 所以那時候就跟她說 你覺得韋翹怎麼樣 然後你怎麼回答 我不認識她 對 對 然後我說我 那我給她的電話來 對 然後沒有放IG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是沒有聽到很遲 去到她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 誰啊 是不是 請故 我以前的IG 我還沒follow 是通了通電話才放回我 證明有多不熟 我應該沒有跟她說一句話 是啊 我也沒有 真的嗎 是我們比賽不斷對 不可以 我也沒有跟Ariam 對手 你不是我的對手 有 我的對手是自己 一句話題 現在是 終於成了形了 五位成員 齊了張 但是在造星裡面認識的話 我會看到五位的 無論是個性 你們的長處 你們的獨特之處 其實都很不一樣 這個也是不是你們 找成員的想法 就是你們的團要多元化 要有不同的角色 或者不同的東西 包容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一個團 最重要是多樣性 然後每一個團員 負責自己適合的崗位 才可以大家各自發揮到各自的長處 擺位置就會完美一點 嗯 但是 好了 現在女團 我們經常都想起 女團出來 可能會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給人的 但是你們很明顯 今次就顛覆了整件事 完全不是 市面上 女團正常出道的 作品來的 這首歌 用這首歌 Straight 去出道 一個這樣的曲風 這麼有型 甚至這麼暗 但是 為什麼是這個想法呢 你們是哪一個想法的呢 其實我們兩個都挺喜歡這些 是的 因為我和Fell本身的音樂 就是品嘗的那個 taste 都有點像的 嗯 就是我們都是比較喜歡一些 Trap Dark Dark 就是一些 不是說香港很流 歐味一點的 歐味一點的 Hong Kong Pop的 是的 所以那時候我和Fell已經說 不如試一下做這些吧 然後我們就開始製作這首歌 嗯 然後其實在過程當中 三位成員都很順滩 這樣就OK 就OK了 OK了 是的 那我想其實這個就是 不是 是太信任你們的決定 還是他們太無所謂 我覺得是因為信任我們 而且他們本身都是很樂於嘗試 很勇於嘗試 所以其實做這一種風格 我是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最後終於出來了 這首歌出世了 所以真是多謝你們 那聽到Stray這首歌 其實我剛才說了 很不Hong Kong Pop的東西 很Dark 用這首歌去做你們的出道作 其實我經常都說出道作 是一個Stayment 要告訴別人 其實你們是怎樣的 喂 這一首歌 這樣去製作這個形象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們想讓人知道 你們是怎樣的 其實我想這一首歌 第一首的代表作 都是你這麼說 都是想讓人知道你們是甚麼 而我們就是由造星出來的一個動勢 動勢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一直是說我們的心路歷程 就是我們由一張白紙 去到有機會站在台上 然後我們又有一段迷失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 所以我覺得這一首代表作 是很適合的 用來做第一首 我覺得不一定要說 要跳傘舞 要Belibaba 而是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表達方式 還有怎樣才為之 其實我自己覺得 怎樣才定義一首歌 是主不主流 Candle Pop 即是否Candle Pop 所以我覺得其實 很多不同的音樂 都可以是聽到 對 我覺得像是看書 接著在introduction之前有一個聚 是一個介紹我們的故事 以及我們想表達我們這段路走過來的過程 嗯 大家現在就有一個新的出發片 組了女團 要去告訴大家 現在這樣 五個人的認識 要去出道 要去做你們的音樂 這次第一首歌Stray的時候 其實裏面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元素 譬如要有英文的rap部分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玩在裏面 其實你自己各自擺位 怎樣設計呢 誰負責些什麼 熟悉多些呢 我自己的崗位 就是我有作曲 還有填英文的詞 還有我會寫自己英文的rap 對 其實這個歌的分段主要是我去分配的 因為我在做這個beat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考慮到畫面上的一些衝擊 因為其實一直做的時候 我會寫到 譬如可能阿佩爾是我們的領唱 那我就要把它放在第一個 去唱 就是一個verse 入歌的位置 譬如可能 偉喬 她的聲音跟Ariel是比較match的 那我就放她們一起去試這個rap 譬如可能 和我的聲音本身都是屬於高音一點點 但我其實不是很高音的 但是都要唱 然後呢 我們就去嘗試一些比較 去令歌曲有一點轉折的位置 例如就是bridge的位置 所以其實 阿佩爾就要做回阿佩爾自己做的事 因為她在唱歌音樂上是全能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分配其實都挺好玩 因為本身呢 我也會擔心 譬如可能 一開始 韋翔和Ariel不是很熟 不知道他們兩個去夾 那段rap的verse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阻礙 但是其實出來的效果是很好 所以我就覺得 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覺得很好的就是 因為在這個團裏 阿佩爾和CK的音樂底很重 所以你們夾起來的時候 很會知道 音樂上的東西 你們怎樣去呈現 而令到其他隊友可以放心 把這個工作交給你們 嗯 但同時CK又懂得排舞 又可以幫到他們 其實在做這首歌 其實在做這首歌 即是被邦尊寫之前 其實我們是一起去談 究竟想說些什麼 其實我們用了很長的時間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到後來 我們真的耽誤好 其實我們一起去寫每一段 其實想說些什麼 到後來就被騙詞人 所以其實 因為CK都給了很多意見出來 那我自己一開始 我自己是沒有太大的信心 去說很多自己的東西出來 還有不懂他怎樣去表達出來 那麼他最後都幫我 還有一開始就是 我們會覺得 因為他們可能 音樂創作方面會比較 聰明會比較優勝 但我們不太熟悉這個範圍 所以就不太這麼說 就是覺得 我們都不懂的 又不是專業說出來 其實也沒什麼用 但到現在這個位置 發現其實不是 就是每個人的自己的idea都很重要 可能會是 那個MV或者那個歌 或者任何一個位置的一個spark 你不知道 所以覺得有些東西是 每一個idea都可能有它的用處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講 還有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覺得每一次去 講一些 可能他講完一個idea 我自己不拜的 我不可以只這樣說我不拜的 我是要想一個新的方案出來 這樣才叫做成立 講出來才有用 所以你可以成立 你可以成立 但不可以去思考 是的 所以就 是的 我看到其實 由不是很熟 到現在組成女團 開始大家 真的可以 交個心出來 去做你們的音樂 其實 自知這件事 很重 你知道現在做音樂也很貴 你拍攝MV這麼漂亮也很貴 你們 怎麼說呢 那個決心 夠不夠在這裏 我們自己的自知 要走到哪裏 你有沒有想法 其實對於這個自知 我又沒有想到那麼多 要走到哪個地步 因為 我知道很重 因為我都要負責去安排這個金錢 要不要用在哪些位置 例如 可能這次在歌上 我們用了這塊錢去做些什麼 我們變相 就要在MV上面 倒購這些小小錢 即是 不可以花那麼多在MV 所以在開支上 其實 我們真的遇到很大的困難 但是 我覺得 資金不夠 不代表 我們走不下去 因為 始終我覺得 做這件事 就算我們是 很簡陋 或者就算我們是 不夠別人的fancy 或者不夠別人的精彩 不要這麼想 我覺得很好 是嗎 但是 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誠意 我們就算有多小的時間和資源 我們都會將那一次做到最好 所以 在自知上 其實很多人幫助我們 無論是 拍攝的部門 服裝的部門 化妝的部門 甚至是音樂 我一些producer的朋友 或者一些填詞的朋友 其實他們是 出盡全力去幫助我們 所以在 我們Stray這首歌出的時候 其實 那些 credit 是多到 雖然很短 雖然很短 真的很短 只有一版就完了 因為其實 但是他們出的力 是 你們無法想像的 所以我真的要在 鏡頭前 多謝所有幫助我們Stray 的所有人 多謝你們 我想大家都是看到你們的努力 和你們的誠意 才會去 落心落力去幫你們 那當然 現在只是第一首歌 你們不會那麼容易 就走完這條路 嗯 慢慢長路慢慢走 我們期待著你們其他作品 下次再找你們來見解釋 好的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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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